6月4號非比尋常的一天 今天是史上卡斯最強大的Computex 在台北登場了 黃仁勳仍然是最受矚目的焦點 大家今天都在討論 哇 他開金口宣布 要加碼投資台灣 要在台灣設立首座 非常大型的設計中心 還預計招聘 簽名的工程師大隊 我們就問 先前那兩座研發中心之外的 第三筆投資嗎 會落腳在哪一個縣市呢 我們來看 高雄高科技S狼帶 爭取的力道最大 從陸竹橋頭男子 一路往南道林園 這個超級S 如何翻轉高雄 從石化 從傳產 變成不可思議的軟體新樂園 是 訓一下我們整個禮拜 都是陷入在黃仁勳 AI浪潮裡面 他真的是點時成績 他現在進到我們Computex展區 哇塞跟個超級巨星一樣 被滿滿滿滿滿的包圍 每個人都看到他 都像看到柴神一樣 趕快拿一張沾沾他的喜氣跟柴氣 那現在今天有一個 更令人家覺得說 哇這個歷史性的畫面 什麼畫面呢 我們的AI教父黃仁勳 竟然同框誰啊 台灣最新出爐的首部 林百里 兩個人 你想說奇怪他們兩個人在幹什麼呢 怎麼會拿一個桌球派呢 不要小看這個桌球派喔 這可是林百里特別準備的 檜木桌球派來送給黃仁勳 他說呢希望我們兩個人的友誼啊 就像這個檜木桌球派一樣 非常的牢固 而且呢永永遠遠這樣 然後人家就想說 那為什麼桌球派呢 原來喔黃仁勳喔 他在念書的時候 他曾經參加過全美青少年盃的 這個桌球巡迴賽 所以他看到之後馬上來揮了一下 這個送禮送到新坎裡 你就知道真的這個 AI教父同框台灣首部的畫面 多麼的珍貴 更重磅的是黃仁勳 黃仁勳開金口 他說要在台灣招募千名的工程師 大軍大部隊成立一個 他口中的這一個設計中心 研發中心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是 君相我們都知道 世上黃仁勳大概從2020年開始 一旦落腳要把他整個物流中心 留在台灣之後 他投資台灣的行動 可以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斷地加碼再加碼 現在自從他之前宣布了300多億之後 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他說未來五年之後 之內有達那個那個輝達會在台灣 設立一個大型的設計中心 那我們知道事實上第一座的大型的設計中心 已經在內湖這邊 而且呢其實今年就已經開始正式啟用 那外面也在傳言喔 尤其今天紅海也證實第二座的一個設計的大型中心 落腳在高雄的軟體園區 而且是跟紅海攜手的 所以大家今天聽到黃仁勳這樣講 這代表著是第三座的一個大型設計中心嗎 他說歡迎大家來推薦地點喔 所以我跟你講現在跟選秀一樣 台北高雄雖然我們已經有一座 那這種哪有在嫌多的 所以馬上台南跟台中說 我們選貨選貨選貨 所以現在一大片所有的各縣市政府都動起來 幹嘛要把這個財神爺 贏到自己的縣市來落腳 蓋這個所謂的大型的設計中心 黃仁勳在他的Present的後面那個背板 有沒有報名牌有沒有 16所的公司立大學 還有幾十家的這個供應鏈 被他點到的股價都飛噴了 好 現在又來報名牌 到底口中的這個千人大部隊的設計中心落腳何處 你剛剛提到了 對 紅海在高雄 紅海跟NVIDIA 高雄就非常迅猛囉 是 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紅海為什麼最近股價 尤其是今年以來股價真的是跟 突飛猛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為他已經獨家吃到了 就是 輝達的這個NB200的這個訂單 這個訂單嚇死人了 他預計了2025年要出大概 4萬組機架台的這個AI4伏記 光這筆訂單 有人說就光幫紅海 貢獻了大概兩兆營收 兩兆營收耶 所以你就知道強強聯手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家就說 這兩強這AI的龍頭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紅海 兩個聯手情況之下 高雄整個已經快要變成本來是重工業的一個重鎮 什麼鋼鐵廠石化廠 這個我們都很熟悉 從2014年之後一步一步一步 蛻變 現在已經變成是軟體的一個新樂園 我跟你講幾個數字會說話 第一個 光是5月份 釋出的一個工作的科技業的就職機會 就叫10年前增加了60% 甚至已經超越過台南 光是這三年的職業都已經突破萬 第二個是2019年 在這個軟體科學園區裡面的企業大概245家 平均的資本額大概是2000萬 就小於2000萬左右 現在整個長大人 現在已經變成2023年進駐就有280家 平均的資本額擴增到了5200萬元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 本來就是一些新創公司 經過這幾年之後 越來成長的越好 你就知道高雄現在 真的已經從過去的一個工業的重鎮 變成是軟體的新鋸鎮 然後你看 你看那個位置非常好 你光從一個地方可以看出來 岡山 岡山以前我們都講說 它是螺絲的一個生產的重鎮 人家現在沒有在生產螺絲 人家變成怎樣 人家前面北方有個陸竹科學園區 南方又有一個橋頭科學園區 所以這橋科 然後北科兩個加起來 關Ruber 你現在只看到 掐頭去尾 切三塊的一小塊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南科 南科拉下來 陸竹岡山橋頭 最後到了林園 這個超級的S型 你剛剛提到了 它翻轉了高雄 從過去的傳產的 石化的 變成軟體新樂園了 其實幾年前 我有去過高雄 我對那個美術館那邊 我覺得也不錯 那我朋友他爸爸 事實上他們也就是以前 把那個偷貼賣掉 然後去買美術館 我如果沒記住的話 以前一瓶好像才三十幾萬 四十幾萬 現在天啊 據說60萬都還買不到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高雄 他們現在的房地產 真的也是開始非常蓬勃發展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它不是廠 它是居住 因為工作機會來了 所以當然大家這些 麥克麥克就是口袋很滿 所以買了這些豪宅也越來越多 好創下 到底AI浪潮之中 它可以改變人類生活到什麼樣子 黃仁勳用一個讓我去極為傳承的形容 或有一個孫生數位的你的雙胞胎 除此之外 它能改變生活到什麼樣的境地 數位孫生 黃仁勳在這次台大演講的時候 講出了一個讓你覺得非常訝異的名詞 什麼叫數位孫生 就是我們真實世界 我看到什麼 我摸到什麼 在虛領世界裡面即時 就產生同樣的一個虛領的平行宇宙 AI可以有兩個黃創下 一個在我面前 一個在數位的世界裡 如果你看到我這個樣子 馬上在電腦裡面就有一個黃創下 是同樣這樣子 1991年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完全鏡像的一個概念 所以黃仁勳才會告訴你 下一波什麼叫實體AI 那麼多機器人對不對 那那麼多機器人 他眼睛可以看到黃仁勳的動作 他可以看到黃仁勳的狀況 然後他們在他們整個腦袋裡面 數位電腦裡面就產生了一個 數位的完全的軟身的黃仁勳對不對 但是黃仁勳覺得還缺一個東西 他的沒辦法即時 REOTATE的感受到黃仁勳的語言 如果黃仁勳在講什麼 他們立刻感受到 立刻INCASH下來認知出來 那個東西的話 以後我們在家裡裡面 黃仁勳背後那麼多的機器人 真的就可以在家裡面 跟你當朋友一樣 你可以告訴他說幫我倒杯咖啡 或是怎麼樣的狀況 他到時候 你不需要任何的編碼 直接就可以在你生活裡面成為你的最好的朋友 毛毛的 我不需要編碼 我不要訓練他 他第一時間聽得懂我的話 他會自主判斷 做出反應 而這個反應 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互動 問題是 他是會思考的機器人 這一次在Computex之前 黃仁勳那一場 非常震撼人氣的演說 他告訴全世界 台灣即將在不久的未來 產製出自己的AI機器人 這是多重磅的消息 所以這比例 他提到裡面 就像廣民的達明機器人 達明機器人 其實就是裡面有一個核心的觀念 因為我們過去的時候 做機器人 做Robot 做了從自動控制到現在40年 我們都要編碼 他現在透過導入AI的 這樣一個機器人之後 編碼時程已經減少了70% 然後整個循環的時間 Tileg的時間 減少了20% 當然還是需要有工程師在幕後 但是如果繼續廣泛運用 繼續他的認知能力 真的就變成數位軟生的時候 是不是就更強大了 所以他為什麼在那天提了一件事情 他跟鴻海在合作 就是因為鴻海有200萬個模組 所以工程師那些工匠的精神 如果都導入進去 那就很厲害了 接下來就是認知能力 那認知能力是什麼 我們過去的時候可以撿東西 但是一個袋子過去了 一個輸送袋 我有500種垃圾 那我要在茫茫的垃圾裡面 挑出一個真正我想要挑的 我要能判斷 那我們現在垃圾分類 可能還是需要一些辛苦的工人 在那邊看這個是塑膠 那是人腦 那是人腦 但是你可以看到沒有 已經做到了 這個認知態變色 因為它已經不是我固定寫好編碼 就在這個坐標這個定點我拿 我會看到我要剪的是塑膠 我要剪的是玻璃 你要知道我下面那個輸送袋 有多快就過去 它在這麼毫秒之間做出判斷 完成行動 那就是認知的GPU能力越來越強 算力越來越快 這當然需要台積電的晶片 然後另外一個你會看到的就是 現在還有那個自動車對不對 那個機器人 你要看到上面那個200G的戰術機器人 它厲害在哪裡 它過去的時候用履帶走對不對 可是它像有腳一樣 它走一走碰到有困局的時候 它是可以直接伸出來 然後還有這個你會看到 機器人加油 你要具象你叫加油的男在哪裡 你加油真的停過去之後 可是每台車子的高度不一樣 對啊 車型車款不同 車款不一樣 左邊右邊 我就算跟你開同樣的車 但是我懶啊 我的胎壓不足 我的那個整個加油孔 會不會比你的低一點 這個它也能判斷嗎 它就能夠認知判斷 直接的做出real type的反應 然後認知 所以這個叫做數位軟生 我知道我要調低一點 我知道我要調高一點 新一代的機械狗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叫做新的數位軟生 就是AI加上 整個台積片越來越省電 越來越運算能力的快速 可是呢 這裡面呢 AI也給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呢 有個機器人呢 那人家記者就問他說 欸 機器人才很高興啊 那你的樂趣是什麼 我以嘲笑人類為主 哇 他居然講出這種話 對 而且他可以聽懂五種語言 是 你用 不管用那五種語言去問他 他就說我以嘲笑人類為主 可是具象你要看到他旁邊的電腦 其實他基本上 因為那邊有打字幕 所以他還是用編碼的能力 但是剛剛講的 如果說這種整個AI的技術 認知能力越來越強 他確實是嘲笑人類 因為我們當年的時候 是希望機器人幫我們解決 我們不需要動勞力的工作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把所有力氣 去做創意 去做創新 對 那現在呢 AI告訴你說我正在嘲笑你們 勞力的工作 你們做不了了 以後有創意的工作 創新的工作 也是我來了 那真的人類被嘲笑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 Computex先起的AI應用 不只是天上飛 路上跑水底游的 不管是NVIDIA到超圍 都繞不過一家公司 叫台積電 惠正告訴我們 為什麼開場 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飛比尋常 那邊叫Computex 這邊台積電 新時代全面揭開序幕了 是 台積電今天試在輪替 所謂的試在輪替就是 劉德英是他最後一次主持 以董事長身份主持 今天的股東會 那接下來就是會有魏哲家 魏哲家的時代來臨 那在這一次的股東會上 事實上很多人都關心 台積電未來的發展 現在就有人問了劉德英說 哎呀 華為會不會再短短幾年 這日追上啊 結果劉德英他比較保守 他說這個事情是不太可能發生 結果你知道我們的魏哲家 我們的魏哲家其實蠻有魄力 而且他其實 就人家會覺得他自己也覺得說 他比較欣賞的是 路頂級裡面的韋小寶 韋小寶很靈活 很有肩膀 有時候說話比較臭皮 所以這魏哲家就很有趣 人家就問他嘛 就說有沒有可能 這個三星跟英特爾 尤其是英特爾進行格 都已經也就搶單搶到台灣來了 有沒有可能在近期的幾年之內 他們想會跟台灣 這個台積電這邊一較高下 甚至要追上台積電 人家這個魏哲家的霸氣 魏哲家說什麼 門都沒有 你找沒路啦 你別說找沒路 你門都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展現出來的 新掌門人的氣魄就在這裡 那其實魏哲家呢 事實上是由 張中文清典 可以從1998年進到台積電之後 你看到現在都二三十年的一個磨煉 我跟你講用磨煉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事實上魏哲家在之前呢 他是在新加坡的一個特舉半導體公司 他那時候已經是資深副總了 結果他來到了這個台積電之後 他也是掛一個 就想說也是個資深副總 那管成熟資產 在事實上就是管 這個八寸長啊 就是那種比較其實沒有 技術沒有很新的 然後呢但是他管的人不少 他管的人大概有一兩萬人 一一點二萬人 結果後來那個張中文一開始要磨煉他 他就說 嗯你不能再管那一種 我把你調去個業務部 這個業務部要幹嘛 就是要伺候客戶 你要跟伺候客戶拔暖 客戶所有提出的要求 你都要滿足他 然後你要搶到單 哎沒有想到他從那個部門 一兩萬的部門 調到管只有不到70人 哎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好像是被你這樣冰起來 也不會送 像那個梁夢宋就這樣就冰的就走 他沒有他很開心 他覺得說那沒關係啊 那剛好我也可以 結果沒想到那個工作的最痛苦的是什麼 原來要每天跟張中文碰面 所以呢他說哎就這樣一個 被張中文的手把手的帶帶帶 帶出來現在接掌的台積電 這也是人家會認為說 為什麼他可以接下 如此龐大帶領台積電進入 AI浪潮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常常說他自己是 南投第三的 第三的這個 他用他的方式去跟張中文相處 講過一個故事啊 張中文是痛罵他 他說報告 你可以懷疑我不夠聰明 你不能懷疑我對台積電的忠心耿耿 他就是用他獨特的方式 我就問 這個滿頭白髮極為靈活的魏哲家 接下來怎麼帶領台積電 還能繼續高速衝刺 如同他們的晶片嗎 是我跟你講啊 這個魏哲家其實大家在講 他多靈活你知道嗎 他比如說他去跟學生演講 然後他就全部都宅男嘛 他就講了一句說 你們來台積電比較好找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那一種 展現完全不同的幽默嘛 然後再來這個日經亞洲 就人家講到說 魏哲家現在台積電是遙遙領先 可是他有三大的 整個台積電未來的一個三大挑戰 第一大挑戰其實是不超自在台積電 也就是地緣政治的一個風險啊 中國台灣跟 大人打架他沒有辦法 對這個部分是 確實比較沒有辦法控制 那第二個部分呢 事實上他認為 就是說過去台積電在 2018年的時候呢 他整個資本支出也才多少呢 也才那個100億美金左右 今年2023年 一年的資本支出高達300多億耶 一兆耶 管的人以前大概只有4.8萬 現在管的人7.6萬 而且管的人是日本人 美國人到處都有了 所以你就知道當你的那個 越來越複雜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 這個管的 這個部分喔 企業文化能不能磨合 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那第三個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媒體跟他講 現在整個產業已經進入到 譬如說三奈米兩奈米 摩爾地率已經 嚇得緊繃了啦 所以你現在技術上 你要怎麼樣透過一個突破 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去專研 很重要的一個技術突破 像最新的什麼 就COAS 所謂的先進封裝 先進封裝這邊也就是成功的 讓他的一個產能 這個所謂的效能增加 耗電或者是成本降低的情況之下 才能完全符合 現在NVIDIA的AI時代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案例是什麼 就是7奈米 其實那時候呢 在2018年的時候 18年以前喔 有一段時間 就Intel跟那個台積電 他們在10奈米的製程的時候 其實Intel表現還比他好 但那時候在魏哲家 那個劉德英就 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 我們10奈米現在沒有很穩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另外一組人撥出去 全力去衝刺7奈米 彎道超車 我先去搶7奈米 對 然後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這個10奈米都沒站穩 這樣有可能嗎 就沒有想到他當時 那麼大膽的決定 結果在2018年5月的時候 才經歷了7奈米 不僅產出 而且良率提高 而且非常穩 也就是這樣成功的意義 打敗了Intel 今天我們持續要來追 就是王毅川 捅出的手機定位 政治增防的馬蜂窩 是他一句說 用腳踏襲的 可以這麼輕易翻頁嗎 立委質詢中華電信 郭水毅董事長 他意外證實了 輕鳥遊行 是立委要求加派機器台 這難道就是王毅川 手機比對來的證據嗎 郭水毅簡單的那一句話 全員大炸鍋了 你看喔 包含NCC 包含了書發部 連法務部都跳出來撇清消毒 這麼高的官 一個一個跳出來滅火的背後 秀琳告訴我們 中華電信的郭董事長 是不是意外 揭開了什麼 不能說的秘密 其實這一次有太多太多的 不能說的秘密 就是在王毅川的一個故事裡頭 有很多的蛛絲馬跡出現 王毅川本人要用說吹牛碰轟 他是看直播看照片 甚至用膝蓋去分辨 青鳥跟小草的不同 這件事情 不管王毅川怎麼說 那他要說他喝了什麼碰轟碟 跟當年的這個 靜電視聲色的過程當中 最後呢這個錄音檔出來 經過見識 錄音沒有剪接變造之後 那靜電視的說法是說 我是碰轟而已 我是吹牛 糊糊股東 那現在王毅川的模式是一樣的 講完了之後呢 現在發現沒有電信公司承認 給他什麼信令資料的時候呢 他說他是用膝蓋做分辨 做照片做分辨 所以他顯然也是喝了碰轟碟嘛 就是說我現在 我只是隨便說一說 但是真的用吹牛兩個字 就能夠把整個事情帶過去嗎 現在啊這件事情在網路上是熱潮 因為他覺得實在是太誇張了 一開始講的有影有數據 還有基地台的比對 各種高科技的這個說法都出來了 什麼大數據分析 什麼信令資料庫 什麼交叉比對 什麼趣事別化 你看現在大家對於這些電信資訊的 知識補充了多少 我們都已經被教育到很有科技知識 是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突然有人跳出來說 啊我前面讓你們學的那些 都只是要讓你們補充科技知識而已 其實我是用膝蓋 那難道這個膝蓋 是比這些所謂的什麼 手機比對大數據 是更有科學根據的嗎 這個時候 這個就是我剛剛一邊講 我一邊就在想說 你前面那個 你這麼享受在那種科技感裡面 那種定位裡面 那種信令有沒有 這些都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的Keyword 結果現在人家說沒有啦 我是曾經阿公阿嬤幫我教的那句話 所以今天啦 這個徐曉星我真的覺得 他實在是有夠會做 他說古有王羲之 今有王羲之 他的Keyword是掛AI 不然怎麼可能走到哪裡一掃 我會知道青鳥跟小草 這是不同群的 他直接給他交叉比對 我就問 今天如果他說他Keyword 這件事他好爛的 這件事我就尊信了 信了之後 你信口開合 你亂講一通 你到媒體去大放厥詞 NCC大人在哪裡 出來辦一辦 不然人家就會覺得 你在搞雙標 這件事情呢要不就是辦 就是有人監控 就國家機器監控人民 要不就是這樣 那要不就是所謂的 王毅川欽差公共 那你欽差公共 而且是在大眾媒體上面 而且拖了一個多禮拜 你不澄清更正 有時候你在大眾媒體上面 的確會不小心講錯一些事情 那一般正常人會怎麼做 正常人呢就是道歉認錯更正嘛 火速澄清 而且NCC都是要求 大家三天內一定要澄清 因為你的謠言 傳播出去要收回很困難 所以講錯了 就更正 就澄清就好 但是王毅川不是耶 他不是講錯了就更正澄清 隔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告訴大家說 我一個禮拜前講的都是錯的 但是呢 我這一個禮拜還不斷的補強 我講錯的那件事情 我用各種證據丟進來 來補強 我那天講的是對的 那秀琳我問你 他整個禮拜都看他在演 這一齣戲 演完後真的要讓準過水沒分嗎 一個人跳出來 謝龍介啦 他一定覺得很冤啊 因為當年他在爆料說 在韓粉的造勢會場上面 也有人用手機信令資料庫的訊號 他當時就這樣講啊 對 也是用這個訊號 信令訊號在監控來參加了韓粉 因為那個時候 非常流行的一種說法是 韓粉都是同一群人 從北跑到南 從台北到台中到高雄到平東到花蓮 你怎麼知道你認臉嗎 誰用咔嚓嗚 你怎麼知道是同一群人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咔嚓嗚 但是謝龍介說 接到深喉嚨爆料 那有人告訴他就是用手機訊號 用基地台監控 故事版本跟王毅川不是一模一樣嗎 結果呢 他講完了之後 他當時在中天新聞台的節目當中 說了這樣的事情 就NCC說 你這次散播不實消息 沒有查證 電視台沒查證 發了60萬 那結果現在 不是一模一樣的劇情在上演 2.0啊 這叫做2.0 這叫續集 那這個續集上演之後 我們的NCC主委怎麼說 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他說呢 王毅川會在節目上說這些 那目前電信公司都說沒給資料嘛 所以呢 他不知道王毅川的資料 是哪裡來的 那三立電視台有沒有查證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覺得這是名嘴的個人風格 所以呢 王毅川的個人風格 那NCC沒有辦法多做干涉 那謝龍介就不能有個人風格嗎 那王毅川可以有個人風格 謝龍介不能有個人風格 董事長貝群說出了 有啦 青鳥行動那一天 我們有應律委的要求 開派更多的機器台 都不會太說了 所以有更多機器台 會有更多的搜羅 更多的sample 更多的監控 這些數據 會不會就是第一時間 被王毅川拿來比對之用呢 不知道 你讓我們更想知道了 吳珍你怎麼看 其實關於王毅川這部分 我們剛才剛聊過嘛 其實我的看法 我想剛聽秀琳姐 這樣講下來 我的看法跟秀琳姐 大概百分之七十都差不多了 那百分之三十是在哪裡 我先來講 好這個 那首先回到這個狀況 我們都知道這個節目來賓 有時候上節目 有時候會做一些效果 所以會凸顯一下 那王毅川其實他已經講了 包含說 我認為他這些已經還原的很清楚了 或者他直接講說 我手上就是沒有這份資料 阿玉有考察有想也知道 那現在大家會說 阿那你是不是說不差 那你是不是這個浮誇了 葉原資講的 等等等等 我覺得這都可以 這都大家對王毅川 個人的一種呈現方式的主觀評論 那回到這個事情 其實剛秀琳姐講沒錯嘛 基本上就是兩種可能 只有兩種可能不會再多了 第一種就是 好 王毅川手上真的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不論他是跟三大電信業者 或跟哪個單位 或是跟民間友人 Anyway他透過一些方式 取得這個資料 好 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種就是 事實上他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他以不管說 我看現場的狀況 或是我判斷 我主觀的意測 等等等等 綜合起來 我又把他參照附會的一些東西 放在一起一整包講 說 我觀察這個現場 這個人是怎樣 這第二種 所以就有資料跟沒資料 那基本上現在狀況是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嘛 王毅川說我什麼沒有資料 大家也不會相信 所以這個 無論是哪一種 都是勢必要查下去 所以 好 聽到這個地方 我就在想說 今天如果是第二種 你根本沒看過 說一個姨子 你們大家生幾個兒的姨子 就變成 連信聽都講出來 連十幾趴 十幾趴 幾十趴的那個比對都說出來了 所以 針對剛剛吳珍提到那兩個可能 那敬平你怎麼看 那如果是這樣的 我認為王毅川你可以很大方的說 我就是虎爛啊 我就是這個 他就沒有 我占了一個禮拜 我就很稍微嘛 我上什麼節目 我都會像篩公上身一樣 這個我就會直接這樣子跟大家 這個縮一 那好變成就是縮一就是死 但今天如果王毅川沒有這個 沒有特別的根據 你還講出這麼多細膩的信令資料 如同剛剛這個秀琳所講的 我很佩服王毅川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是火眼金金 不是王羲之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這樣肉眼掃過去 上萬人 成千上萬人 他就可以分辨 這個是二十歲以上 這三十歲以上 這二十到四十歲 我老實說 我就算秀琳坐在我旁邊 你問我他說 他年齡幾歲 我說二十歲 不管真的假的 我就說二十歲 媚者良心我也要說二十歲 我在想一件事情 但是王毅川他有辦法 他可以說他是幾歲 然後他參加過什麼樣 他的眼睛比人工智慧比AI還行 黃仁勳應該去找他 王毅川的眼睛跟腦袋 是裝了什麼東西 我在想一件事情 他今天開始說膝蓋的時候 我們討論他的膝蓋 是不是其實就是王毅川 希望的發展 都要討論我就好了 我來做那個 給你們找的人 你們不要再去追究 後面有沒有黑手啊 沒錯所以俊相講一個重點 重點是說 現在社會有這樣的疑問 已經涉及公共利益 包含大家對政府的信任 所以是勢必一定要查 查出一個結果來 所以現在有兩條線 一條是司法已經包含有人去檢舉王毅川 所以他現在被列為他自然被告 檢調再查了 另外一個也就是所謂 我們在講國會調查權的部分 因為已經有很多 包含國民黨民眾的立委說 來 等我們國會調查權生效 我第一個就要扮王毅川 把他叫到立法院來參加聽證會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反倒想點出來 其實我基本上我也是 基本上看樂見 或者說尊重立法院 接下來要去傳王毅川 但是可能接下來會衍生幾個問題 第一點是說 那如果接下來立委把王毅川傳到立法院 好都聽證各種 把他問了一輪 最後調查出來 確實手上沒有這個資料 不了了之 那這樣是不是反過來證明一件事情 證明說之前 大家在講說 我們這個國會調查小組發動非常嚴謹 事實上你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這樣透過一輪行為下來 最後王毅川是無罪的話 那就反而暴露出來說 你的調查發動的門檻 事實上相當腐爛 第二部分是說 這個調查小組或調查委員會 他調查完以後 還要有一個所謂的結案報告出來 他要說我們調查完 覺得這個案情怎麼樣 那現在就會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是說這個結案報告出來時間點 會在北檢之前或之後呢 如果你在北檢結案之前 就先把調查報告做出來說 我們查出來認為這樣沒有事情 如果北檢查出來說 哇有 這個有違法 那這樣的話調查 立法院不就自己被打臉嗎 那邱琳你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吳征其實是在做一個 王毅川監控事件的危機處理的報告 他在告訴大家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民進黨要如何危機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 不是王毅川說我用膝蓋想 碰轟吹牛就可以過去了 因為他後面留下來太多的問號 包括中華電信的達詢當中 有一些漏洞 於是呢 他真的必須要徹底的調查 吳征也同意 這件事情現在沒辦法用碰轟 用吹牛來結案了 那大家要知道最終的真相 到底是王毅川純粹的說謊 還是真的政府有用國家機器 在監控人民的政治活動 那當然民進黨還有一個危機處理的版本 就是剛才吳征所講的 最好的就是在野黨呢 在這個司法還沒有正式調查 結果之前就把王毅川叫到立法院 來用什麼聽證的方式調查 結果查不出所以然 那這個時候對民進黨來講 一石二鳥 一個證明了這個國會改革方案是濫權 第二個呢 就是證明了民進黨 在沒有使用國家機器來監控人民 所以對民進黨來講 最好的版本就是這樣 但這個事情會發生嗎 我覺得不會發生 這件事情北檢的偵辦 其實是非常單純的 你第一個你先約談一下王毅川嘛 你把王毅川叫來問 你到底手上有沒有資料 你沒有資料 你為什麼可以說的活靈活現 對於王毅川來講 他有風險喔 他如果在現場 直接告訴北檢的檢察官 我從頭到尾都是在唬爛 我什麼資料都沒有 那他可能會有其他的法律問題 是不是社會秩序維護法 或者是認知作戰相關的法案 都有可能 那是王毅川要自己去評估 他要不要完全的說謊 那第二件事情呢 照現在民進黨政府 包括了卓榮泰 包括賴清德的態度來講 這個國會改革法案要上路 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啊 就是說呢 我又要複議 我又要這個視線 然後現在卓榮泰 跟民黨立委的這個聚會之後 告訴大家說 我們有一種行政抵抗的方法 就是說呢 這個國會改革 雖然這個假設視線不行 然後複線不行 我們還是有辦法可以抵抗 因為我們捍衛我們的權利 所以真的要讓王毅川站上 國會的聽證會的會場上 難度是非常高 我覺得北檢還是努力一點 從北檢下手會快一點 現在人民最想問的是 小草想問的是 青鳥想問的是 如果王毅川第一個版本是真的話 我的個資為什麼到你手上 被你拿去比對 說到打炸 概念也是很相像 為什麼他可以擁有我們的 所謂的個資 然後一個一個對我們各個擊破 觀眾朋友 詐騙案 是蔡政府留給賴清德總統 最大的衛爆彈 你知道 政府用這麼大的力氣去打炸 去年詐騙採損高達90億 結果一年拿我們200億預算的數發部 配置下去的洗錢 防治專業人力幾個人 你知道嗎 一個人 你真的沒有聽錯 來 王毅川你怎麼看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打炸部分 坦白講 這個詐騙的對象 今天不是說你是青鳥 你就不會遇到詐騙 你還是會遇到詐騙 今天小草會不會遇到詐騙 也是會遇到詐騙 甚至很多韓粉也是遇到詐騙 所以被詐騙的對象 其實不分顏色 通通都會遇到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民眾的個資 這麼容易外流出去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而外流出去之後呢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相對應的作為 有沒有解決呢 目前看起來 過去書發部所所成立的打炸辦公室 花了13億的這個預算 要希望能夠針對這打炸的東西 來加以施力 結果沒想到現在被爆出 13億裡面有9億拿去什麼 買設備 裝潢辦公室 那剩下的錢 怎麼樣 少之又少 你今天辦公室跟買設備 有需要花到這麼多錢嗎 你都還沒打炸 你就已經花了將近9億元 在購買新的裝備之後 可是問題是 詐騙事情還是接二連三的不斷發生 那你這些錢到底花到哪裡去了 甚至還被發現說 我們這個書發部 所謂的第三支付的這個洗錢房子 是第三支付的洗錢房子的主管機關 但是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 書發部針對這個洗錢房子的主管機關 負責任的只有一個人而已 這麼大的機關 針對第三方的洗錢房子的支付 你負責主管的這個專業人員 只有一個人 我就問那你花的這個13億 到底錢花到哪裡去了 你要知道90億的詐騙裡面 金流的流動透過第三方支付 可能把錢拐進來 也把錢洗出去 這個是最該斬斷金流 順藤摸瓜 最重要的這個項目 你居然全台灣的專業的防治人力 只有一個人 所以大家覺得很訝異嗎 因為我看到 最近這個詐騙的行為 可以說是不斷更新 最近黃仁勳不是很紅嗎 甚至有人盯上黃仁勳說 盯上他這個IP 說我在網路上PO出所謂 一夜市的詐騙 就是要騙你進來嗎 那現在問題是 訴發部有沒有作為這個很重要 甚至現在呢 又被立委爆料說 訴發部跟警政署合作的 所謂的這個市警帳戶的 聯防通訊的電子系統 坦白講 過去大家說 現在科技已經這麼進步了 照理說不會再出現 所謂什麼指上來指過去的感覺 應該是系統直接對接的感覺 結果沒想到被發現說 如果是外籍人士 或是我們本國人的身份證字號 你無法同時併案耶 為什麼 我們還在用傳真犯案耶 各位觀眾都什麼連耐了 都已經2024年到現在 我們的訴發部 還在用所謂的傳真犯案 你就知道為什麼我們的訴發部 一直打炸沒有成功 你從頭到尾 你的人力跟資源你沒有到位嘛 甚至你專業人士沒有到位 所以才會讓這個詐騙事情 接二連三的再度發生 再來要給大家看到 今天是一個讓非常心痛的一個事件 一定要給人家一個說法 新竹市的晴空會大樓火警 奪走了兩名年輕消防隊員的生命 結果整個火場見識跟奪命原因 都還在調查到一半 結果今天流出了五個當時無線電的語音 你聽這下去心都碎了 全案因為這五段音檔 朝向了人禍方向爭辦 為什麼這麼強 他們喊了至少五次的Mayday求救 清清楚楚報上自己的名號 跟所在的位置 為什麼最後沒有能活著回來 更誇張的是 兩個人進去生死一瞬間 而他們的名字居然管制名單上 找不到 誰該為整件事情負起最大的責任 觀眾朋友我要給大家先來聽聽這一段 讓人心思幾乎要碎裂的五段電話錄音 觀眾朋友他會喊Mayday代表什麼代表他的氣瓶空氣瓶已經警告他 你快要沒有氣了 我們講過 當他開始警告的時候 只夠你撐三到五分鐘最多 結果 你可以看到他拼命的喊Mayday求救的過程當中 沒有人理他 一直到有人回他你們冷靜的時候 他已經快要沒氣了 而你回他冷靜的十分鐘之後 你才到了現場找到他 你手上不是有名單 他往哪一個角落去 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聽到這個錄音在想到現場的這個狀況 非常的混亂 會讓人家非常難過 新竹市議員楊玲儀 他特別今天公佈了這個錄音檔 剛剛錄音檔就是我們透過市議員楊玲儀所取得的 這兩個殉職的消防員周立新跟李永珍 在5月26號當天凌晨12點10分的時候 他就開始呼叫 而且不只一次明確說出了名字 他有沒有聽到金三 金三就是他的新竹市消防局的金三分隊 李永鑫跟這個周立新跟李永珍 所以他說永鑫跟立新 這個立新跟永珍 在這個金三立新跟永珍在樓梯間 他已經講出來的位置 但是我也要特別強調 楊玲儀雖然公佈他錄音檔顯示這樣子 他發出去了 對方接收到的是不是有聽得清楚 當然要是打一個問號 所以後來你們大家是不是聽到說 哎呦請回那個請冷靜 不要站平 他不是有這個兩段嗎 所以當下 那雖然這個他裡面不只明確一次 喊出了這個名字跟位置 但是直到 凌晨12點15分才有人回應 然後現場的這個指揮官 12點25分才開始清點人數 這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落差跟這個問題了 首先 剛剛你有提到說 為什麼不在名單上 我們知道一進去的時候 消防員 他身上都有一個這個救命器 警報器 那個救命器警報器 其實是一個插銷的 我們不管是警易消 我們在這個消防救災的時候 經過這麼多年的慘痛經驗都知道 我們要進去火場救災 一定要把那個救命器啊 你上面有名牌吸鐵 拔起來 插在你的這個管 第一現場的這個管制站 然後插上去之後 指揮官就有你的名單 就有名單 而且有你的插銷 那等到你這個杯的氧氣瓶 就像這個周立新跟李永珍 進入了那個火場 然後到了那個二樓三樓樓梯間 他們的氧氣瓶已經不夠呼吸的時候 他們喊may day的時候 甚至他們沒了呼吸心跳 那個救命器警報器就會響了 可是因為當時這兩名殉職的永霄啊 他不在火場的管制站名單 為什麼 因為他的插銷 他的名牌 他的吸鐵沒有拔起來 他直接衝進去了 這個其實是有火場的SOP 所以新竹市政府 消防局 新竹市政府 你們是不是要檢討那個SOP流程 包括我剛剛講的救命器和名牌 吸鐵還留在衣服上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進火場前 你都應該拔下這個插銷 跟不鏽鋼的名牌 交給現場安全官 而且現場安全官要主動去要 有時候很急 他會急著跑進去 他會忘記了 當事人 我是現場的指揮官跟安全官 安全官 就要趕快去跟他要 主動把他抹起來 然後放到那個現場救災的 第一指揮現場 所以你現在看到 他最後這個時間點非常的關鍵 凌晨0點15分開始回應 知道有人在求救 他們已經喊破喉嚨 喊了5分鐘了 在那邊已經生死交官 又隔了10分鐘才進去 我剛剛在問為什麼10分鐘 因為 我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他們兩個 因為外面管制站 沒有他們的資料 所以花了時間去求證 才知道 人到了幾樓去了 才找到他們 我就問 你聽完我講到這個地方 這難道不是人禍嗎 如果這個是人禍 誰該負責呢 當然新竹市政府 後來召開記者會 消防局長李世公 他有特別講說 12點15分的時候 他收到了兩聲may day 相當的微弱 也沒說是誰 而且當天配有無線電的救災人員 都表示現場通訊不佳 李世公的說法 跟他出現了這個落差 第一 15分才有人回應 他說15分才聽到 他12點10分 他也就已經開始喊了 他已經喊五遍了 還有25分 你才開始清點了人數 你為什麼會到了這麼晚 你才開始清點人數 兩個殉職同仁名字 不在管制上 新竹市政府說 因為研判啊 太急著要進去大樓去救民眾了 可是你剛才講到 就算他急著進去 你也不能讓他沒有把插銷留在管制站啊 對 沒錯 今天我們在探討這個時候 是讓大家知道 他的這個SOP的整個流程 新竹市政府 在這方面的這個人為程序上 是不是有沒有要一個改善的地方 因為打火第一線的弟兄 他們的生命也是很寶貴的 對 他們往往衝進去的時候 我們節目也要特別幫他們講話 那一位楊麗議員 他們所提出來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的裝備是不是齊全 你的東西 SOP是不是符合你的程序 我們要保障這些弟兄的身份 我們相信這些救災的消防人員 絕對就請全力要去救他們 今天兩名殉職有效不信罹難了 他們一定很悲憤 我們也能夠體會 但是5月28號的時候 就有新竹市議員質疑說 這一次在封疫情空會 526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他們使用的消防無線電 當時新竹市議員質疑 疑似有電線外露的這個狀況 你來看這些狀況 他好像有包覆的這個情形 新竹市政府消防局說 他有提到無線電設備都是良好堪用 而且早就已經建置高密度的 無線電基地台 提供更好的救災通訊品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剛剛給大家聽的錄音 為什麼當時他們聽不清楚 是不是樓梯間有死角 還是訊號怎麼樣 雖然其實資源的其他分隊有說 有聽到Mayday 的確沒有聽到是什麼單位 或是在什麼位置 但新竹市政府在整個回過頭來 是不是要從頭徹底的檢討 哪個環節出插座了 今天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 亡者已以死者為大 打救難弟兄的殉職 我們都心痛 現在是追究整個體制 對於制度的落實 如果今天局長下令 如果今天指揮官能夠貫徹 兩個人可以不死 對就是如果說有這麼多的如果 但是呢台灣的社會很多就是 今天公寄明天旺季 是呀 之前在屏東發生明陽大火的時候 曾經討論過有關於這個 警消人事的訓練問題 因為當時的屏東縣的消防局局長 完全沒有任何消防的專業 好就說政治任命 於是最後他下台負責 但是六名消防弟兄 在明陽大火當中不幸的 這個殞命之後 再回頭來我們對於 所謂的消防體制的改進 消防設備器材的增加 這件事情又做了多少 所以又發生了另外一個悲劇 只要在位者 永遠今天公寄明天旺季 就會讓悲劇不斷的發生 這次是SOP 也許下一次是設備器材 也許下一次還會是其他的 相關的議題 那這都要從這些寫的教訓當中 讓大家都能夠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是 我要問的是 到底他的無線電 在喊Made Day的這個無線電 有沒有維護上的問題不夠落實 如果真的是有所謂議員說的裸露的話 為什麼我們聽到的錄影檔這麼清楚 他們卻說 我們在管制上 我們聽不到幾聲啊 旺澤 是 我們就希望說這件事情 不要再發生後續的一些漢式情況了 而且希望說這次能夠繼續交信 這才是重點嘛 可是大家看喔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在這個所謂的無線電這個東西 因為這樣看起來好像有點各說各話的感覺 而且好像有點 因為無線電這個溝通的關係 會不會造成這樣的漢式 可是我們要問喔 過去難道大火的時候 沒有發生無線電類似的情形嗎 其實有 可是我們有沒有繼續教訓呢 其實是沒有 我們看到其實在2022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也曾經因為這個彰化的橋友 這種大樓發生大火 結果呢 無線電也發生問題 結果後來 過了兩年之後 今天又發生這樣的情形 我們無線電還是 可能是面臨到最大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誰能夠保護我們的基層消防弟兄 所以 我們看到的是彰化那一把大火 那個受困的大火弟兄 一直喊沒電 可是訊號完全中斷 他的球就傳不出去 是他或許有錄音 但是那訊號沒辦法打到外面的人 知道他明確在知道要講什麼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今天不是說我們要檢討成要誰下台 不是 我們是希望說 往後這些漢式不要再發生 這才是重點 然後希望今天透過這些檢討 能夠讓往後的消防弟兄 在出勤的時候 能夠更安全 這才是最根本的問題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俊相